我邀请大家 我们为不幸逝世的林教授 全体默哀一分钟 记者会开始前 先为死者默哀一分钟 一死时伤的意外 到底怎么发生 也完整还原夺命一分钟 关键点点从12点26分50秒 列车进到风乐公园站 27分04秒 掉臂砸到隔音墙 一秒钟后 列车才停拖 明明是列车刚进站 掉臂就砸在前方 怎么列车还会撞上 意外发生后的9秒钟 保全听到异常上前确认 同时以对讲机通知站长 而随车人员站在车门 确认旅客上下车状况 因为背向车头 也没有注意后方状况 这个9秒钟的时间 就是我们保全听到声音响 确认是后方 于是他回头 接着在列车关门前6秒 月台上的保全 尝试招手想通知车厢的随车人员 列车关门后的4秒钟 月台上保全及两名旅客 也上前查看前方大量粉尘 但列车已经离站 尽管随车人员 在离站两秒钟之后 就发现前方有状况 但他同时呼叫行控中心 还要拿出列车钥匙 要打开盖板 手动停车 只有13秒的反应时间 根本来不及 其实我昨天在跟他面谈的时候 情绪起伏是很大的 所以你说他不紧张吗 他很紧张 比较可惜的就是来不及 来不及 车门关了 我们随车员 当下没有意会到他 做手势的意涵 从监视器也能看到 列车上的旅客 开始有防护动作 是在撞上前3秒钟 而列车从撞上轨道障碍物之后 触动告警系统 但到完全停止又花了7秒钟 总结来看 从列车关门到撞上只有23秒 随车员发现到撞上 更只有13秒钟 除了随车员反应时间不够 旅客也来不及自我防护 甚至倒地还急拉把守 直说台中捷运不断强调 11号是公布过程并非调查 到底哪个环节出状况 还有待厘清 TVBS新闻中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